Hello 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去看一看股票 在上月11日腾讯宣布派美团 每10股的腾讯都会派一股美团 派完后腾讯几乎都清瘡了美团 也只剩下一些仓底 但有一件事比较重要 就是今次腾讯派美团 其实这个操作里面涉及到很多会计财的东西 想和大家去看看吧 这里简单和大家读一些资料 11月16日腾讯出通告宣布10股的腾讯 会派一股美团 就是派美团B类股 B类股的意思是因为美团是W股票 同股不同权 会有一班股东拿着A类股票 A类股票就是每一股A类股票 对比10票的投票权 但如果你拿着B类股票 即使股权很小 也有控制权 也有控制权 也有控制人 各创曼人王兴 也会拿着A类股票 来控制这家美团 腾讯本身拿着10.5亿左右的美团B类股 现在派了9.5、9.6亿出去 只剩下6千多万股 几乎接近清仓 本身是最大的股东 现在清到只剩下1.5%股权 更重要的是用派发方法去估这些股票 所以派出的时候会到下年3月底才去派 其实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会比较 着重于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布派美团 以及他的估出方式 即是他最后选择用派发方式去套现 其实这两个... 这两个... 我觉得比较适合多些财技的东西 值得去和大家看看 其实这次腾讯去派美团的行动 涉及到一些会计去计算利润的财技位置 首先去看看 如果我是一间公司 我持有另一间公司 那间... 即是我旗下持有的那间公司 对于我来说是... 这个什么? 投资有三个分类 其实之前呢 就... 港渣的那条片都和大家说过 首先呢 如果你股权力很少 那你根本不能控制 那你当它是普通股权投资而已 那如果你持股大约2-5成 或者你对那间公司有更大的影响 那你会当成是联营投资的 当你对那间公司持股多一半 或者你对它有绝对控制权 你真的完全可以控制那间公司的运作 其实它会直接当成你这间公司的附属公司 那其实在今次这件事上 那在腾讯派美团股票之前 那腾讯就拿着17%美团股票 加上呢 另外就... 这两样加起来 所以... 其实... 这两样加起来 所以... 其实... 在腾讯的会计帐目中 那美团由一间联营投资 变成股权投资会有什么发生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是用联营投资来计 如果你在腾讯的帐目中 如果你在腾讯的帐目中 联营投资是会用回历史的帐面价值来计 就是要回数到2014-15年左右 腾讯去买美团的帐面价值去计 所以... 这么多年的价值... 其实... 这么多年... 在日後... 看到美团也升了很多 那... 价值还没继续到 但是... 但当定页变成股权投资的时候 时就会立时用回股价来计 所以前后... 当这间公司由联营投资 和换做股权投资 其实是释放了很多利益 一会同大家计量 另一样是... 唐逊讯为何要选择 用派股票的方法去脱手美团这些股票 你作为一家税息公司会有很多方法可以脱手你旗下的投资 其实腾讯也可以在家务所直接沽美团的股票 简单来说就像我们平时去买股票那样直接在股票行中沽美团出去 不过这个又一个问题 首先因为腾讯持有很大数量美团成17%最大的股东 首先你沽得太多的话市场的沽量一定会很大 沽下去你没有可能维持在现价沽得到 这个价格一定会被你压低的 第二如果你每天一直沽着沽去沽 例如每天沽0.0%去沽 沽到差不多要申报 你申报了别人会发现腾讯去沽美团股票 一大堆人又是跟你沽 沽额也会来的 再是另一个问题就是CX 因为CX你现在去转仓、吊仓 其实人们全部都看到了 人们看到你这么大堆股票这样移动 其实人们都会意识到 会是你腾讯去沽 看到腾讯去沽 同样的问题 又是见到你有动静 我就先移动 比你更早 人家的股票少 人家可能几万沽 几万沽 沽出来 不同 你腾讯成亿亿声 要沽 人家的流动性一定会比你快 人家沽了 你再沽 你沽一定强 所以如果你在市场上沽出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会有市场的沽垃 到时价格压低了 到时买出来 拉回平均数 可能沽出来的价格是不漂亮的 第二个方法 其实腾讯可以选择去配股 去配股 去配股 给第三方 两者之间 先谈好价钱 先去成家 就可以落死价钱 不会受到市场震动影响 但会有另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 你买股票那些人都不是傻 人家都会知道 当你腾讯去买股票市场 一定会有震荡 一定会有股额 人家一定会要求折扬 譬如你一个腾讯 最大股东 拿17%股票 差不多接近清仓去配股 人家对家都会要求大折扬 随时要你8% 9%折扬 所以最后又是去一个问题 你算是去买股票也好 也会有一个问题 是股价会比现价 好大机会有一个大折扬 这次腾讯就选择用 派股票的方法 去散掉尾团 就会有一个功效 就是可以锁定利润 跟之前的两个方法不同 会受着格格波动影响 其实这次如果在每计帐目上 腾讯这样去派尾团出来 其实在固计帐目上 美团的价钱会一直锁定 在10月16日去派一日的价钱 例如我记得好像165元左右 即使之后派发日 派发日是3月20多 11月到3月之间 美团价钱怎么波动 都不会影响到腾讯的帐目 这个风险会有哪个承担呢 就会去到股东 以腾讯来说 其实今次去派一堆的美团 收得最多的美团 当然是南非大股东 其实南非大股东 看到现在都会拿着28%股票 风险有去过承担 可能会令到大股东有点不满 不过其实我觉得就不太重要 因为其实你看到南非大股东 你都不断连连地清瘡 去清晰一些腾讯 其实大家的合作关系 应该都不会去长远 所以今次腾讯 选择这样派的方法 就可以令到自己会计上的利润去锁定 就将风险转嫁给南非大股东 和其他小股东的身上 跟大家去简单估计一下 今次去派美团可以释放多少利润 首先今次派了9.500亿股 只剩下0.96亿股 首先你派了这堆股票 当然是会用股价来计算 你胜低的0.96亿股票 刚刚都说到 因为你现在当了股权投资 所以会用它的fair value 也就是以现时股价来计算 如果用11月16号护价 162元来计算 那腾讯拿着10.54亿股票 其实腾讯持有美团的仓位 就会有1710亿 但是现在在腾讯会计帐户里 一直都在用历史账面价值 去计算美团这堆持仓 但是历史账面价值多少 这个就比较难计算 但是我们可以用回现在的账面价值去看一看 那现在呢 现在美团那边的账面价值 其实一股就22.9 那乘回10.54亿 其实都是240多亿的 那如果追溯回前几年 相信一定会少过240多亿的 那所以现在在腾讯里面 美团的账面价值 其实是小过240多亿的 那所以由一加一减 你就把这个公园价值 再减回历史账面估值 大概这次腾讯这样沽美团 其实第四季可以释放到1,400多亿 我估计至少都15亿以上的利润 所以其实这样的简单一个操作 其实会令到 腾讯第四季可以做大盘数 做多很多利润出来 那腾讯选择在年尾去派对美团股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想继续2022年盘数 那这里看看 腾讯2021年全年利润是2,248亿人民币 那其实前三季的利润 其实去到今年 前三季的利润 其实都是1,189亿的 那其实我当你第四季 有成400亿利润 其实已经算多了 前三季都是300多亿左右 其实加加上 还有今年第三季2022年的全年利润 都是1,500多亿 1,600多亿 那其实盘数都不够上年多的 但如果今次我们计算 第四季去沽美团 去涂影价值 多了1,800亿 所以今年 我估计 我估计 2022年的全年利润 其实可以去一谷到去 变成高over了3,000亿 其实就会做得比2021年盘数 到时盘数也容易交代 不过这样 所以我们会去看报表 真的要小心点 不要看头看尾 看到最后盘数 每年顺利润增长 看得到 英俊 冲进去 真的不要乱来 看报表 不如不要看 如果你要看 真的要整盘 去仔细点 看去 因为你看到最后盘数 中间会有很多单次利润 你要勾走这些单次利润 才知道是真正的顺利润 加上去年2021年全年利润 2,000多亿 都有水分 大家不知记不记得 去年年底 是有派过京东出去 其实派京东的利润 跟今次美团的做法一样 就会释放了价值 在去年年底 去计算入2021年的全年顺利 所以去年2,000多亿 都有少少水分 所以大家如果看报表 就真的看得仔细点 小心一点 最后 美团实际会去到3月24日 才会派给这班腾讯股东 其实我觉得值得留意 一件事是 当南非大股东收了这堆腾讯 这堆美团之后 会怎么做 会不会即时散出去 如果即时散出去 可能对美团股价会有影响 值得留意到股价 因为始终下年第一季 我觉得有机会再炒一炒 即是再炒一炒 这个复苏概念 可能美团也是一个目标 我觉得值得留意一下 这件事 那今次讲腾讯派美团的股份 就是这么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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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